从民国86年到97年 苏花公路总共发生了交通事故 10495件 超过了1000人死亡 苏花公路绝对是台湾最危险的路 过去十几年 如何给东部民众一条平安回家的路 各界争议很多 从苏花高 苏花T到苏花改 名字都换了好几个 但是没击台风后 行政院长乌敦一保证 最慢今年底就可以发包动工 其实要改善苏花公路 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改善的技术问题 过去台湾修路 工程师强调的是人定胜天 但是这几年天灾实在太多 怎么修都挡不住大自然的反扑 有人要问 有没有可能像日本一样 修路可以慢慢来 一边修一边等待生态恢复平衡 让这条路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有多危险 起码可以保固一百年 有关环平的资料 假设能够通过环平的话 我们预计年底 年底就能让这个 所谓苏苏花改 改善公路 能够公开的招标 直升机空派到苏花公路 一百一十二K 将近九十度的崩塌山壁 原本的道路不见了 只剩下一条零隧道 我能感到最困惑的 还是落实的问题 我今天可以这样讲 那个落实是无解 从一百多年前 苏花廊道就悬开悬塞 眼前发生更大的灾情 只是暴露出来 这个地方它其实它的环境 可能比想象中更脆弱 所以今天做任何的 大的进一步的工程 我们都应该要先承认这件事情 终于有人要承认 人不能胜天 城市一鹤 城旦都做过 中华民国交通部的政务次长 苏花是一条危险廊道 是不争的事实 台湾东部道路 北夷跟苏花都是近百年的廊道 但两条路命运大不同 现在的北夷公路是很稳固的 是没有问题的 北夷穿越雪山山脉 属于中央山脉 与苏花所在的海岸山脉 是不同的板块 我们这次雪山隧道挖进去了 它的地质 那个里面的岩石 士林沙岩它的硬度 比钢铁还要硬 海岸山脉的地质 它的地质破碎 它不是整个一块这样 属于一种破碎的这种连排 现在政府迫切要盖的苏花改 就在这个地质破碎的海岸山脉上 苏花公路山区路段的改善计划 主要包括苏澳到东澳 南澳到河平 河中到大清水三段 光是三个隧道就有24公里之长 如果来个地震它就给你山的塌了 山不会塌 山洞塌了 山洞也不会塌 但是你有没有听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的土壤叫做异化 我觉得工程师一定会跟你讲说它可以克服 那我们现在只应该是说 当它认为可以克服的时候 那些风险是不是应该尽量减少 所以必要的时候的分段分歧施工 应该是我们要求该要求他们 赫尘弹推动生态工法 主张苏花改分段分歧施工 如果回归古人的做法 开路慢慢开最生态 北夷公路本来是一条碎石子路 每当车辆行驶而过 颠沛不堪 扬起慢慢沉悟 走完全程不免有舟车劳顿之处 经过政府积极建设 现在正分段施工中 拓宽路面并铺设博油 将成为一条高级的博油公路 其实日本时代它用的路 也是以前原住民的我们的古道 逐渐扩充或者是沿用 已经长期用过的地方 它相对来说它的地质 它的均衡性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就是生态工法了 或者叫做一个尊重大自然的一个作品 在全民聚焦 想要塑花改的时候 不要忘记马总统承诺的铁路为主 公路为辅 我们一定会加强花莲地区的交通建设 让花莲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这一点吴院长跟我毛部长都有共识 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做 下个礼拜 下礼拜六呢 东线的铁路电气化跟双轨化就会动工 现在我们的了解 恐怕这个铁路运能恐怕不到50% 政府说要把它提高到60% 就朝这个方向先来努力 东部的交通 尤其是轨道运输 应该要大幅度 而且快速地改善 当全民聚焦 苏花改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仍然仰赖的苏花老路 上午九点半 一辆载满砂石的砂石车 津津清水南下路段 一次超车跨越中线 和对象另一台砂石车正面冲撞 砂石车开过坑坑发发的马路 颠簸不已 看了显向完生 这是台九线苏花公路 连接外线是最主要的重要道路 大车小车穿梭来穿梭去 可是马路怎么破烂成这副模样 我们会有落实 我们会有这个事情 有多少是自然成因 有多少是后天的 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管理 纵容这些大车子 所造成的问题 大砂石车像一个振动器一样的 在那边超载的车子 拼命棒棒 在那边60%的 在那边振动整个的路基 或者是山壁 然后我们的大客车 我们去挖 去拉磁 去把这个地形 再去做一些局部改变 这些东西都在使 苏花公路的原先脆弱 其实更恶化 苏花公路是一条单向行驶的道路 每天经过这里的车辆 在一定的时间组成浩大的车队 两边对开 在中途站南澳挫车 民国60年的苏花公路 还是一条单行道 它很慢 慢得很生态 不是说好像这个生态功法 是一个新跑出来的东西 先人的智慧 有一些确实是叫做智慧 有一些也确实就是他们在没有比较多的工具 没有那么贸然去做事情的时候 所以累积下来那些痕迹 那些痕迹是我们今天的基础 但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 小时候阿嬷说 苏花高盖好之后 花莲就会这个很棒的地方了 真希望那天更快来 苏花提醒了什么 原住民用双脚双手DIY 我们用炸药 用大小山猫 结果都不敌时间 不敌大自然的依然顾我 生态原来是生命万物的态度 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们苏花的路 其实是很幽为 但是很明朗的一条通渠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